格里芬生活丰富,让40岁的辣妈为她生娃,今又征服美国有名的富婆,说起篮球这项运动,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非常的喜欢,毕竟作为一个可以强身健体的运动来说,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而说起NBA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毕竟NBA中有很多让我们喜欢的球星,在NBA中有这样一位球星,布雷克·格里芬,相信大家并不会陌生,他现在效力于NBA的底特律活塞队,当初他是以选秀状元的身份进入NBA的,直到后来他被交易到了活塞队,最后的成绩也是不是特别的理想。 格里芬生活丰富,让40岁的辣妈为她生娃,今又征服美国有名的富婆,其实她的成绩和状态下滑也是有原因的,除了伤病这些不可抗力因素之外,还有一些也就是取决于格里芬本人了。 格里芬的私人生活可以说是相当的丰富多彩,经常和很多女性有保持着关系,作为一个NBA的球星,格里芬的这些负面新闻,可以说是一直以来都比较多,并且格里芬的本事也非常大。 无论是大学生还是模特,包括性感浪漫,她都可以轻松的搞定,而且让人最熟知的应该就是她当时和美国的前职业篮球女运动员布林卡梅伦的恋情。 其实当时的卡梅伦是年纪比格里芬大很多的,因为当时的格里芬可以说是打球最好的年纪,而当时的卡梅伦已经将近40岁了,不过格里芬的本事确实很大,并且他们在一起之后还生下了一个孩子。 但是这段感情最后却以失败告终了,最后的卡梅伦还把格里芬告上了法庭,而格里芬也是一直支付着孩子的抚养费。 但是她真正状态下滑的比较严重,是出现在她与卡带山家族的詹娜传出恋情,那个时候她整体的状态就不是很好了,不过和上几段感情一样,这段感情最终还是一失败分手原因,据悉是因为在过程中劈腿了,而且就连詹娜被问到的时候,詹娜表示格里芬比较花心,所以也是受不了,才是跟她分手的,但是即使是这样, 格里芬并没有停止交往女友,而现在格里芬交往的对象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富商,她是美国一个著名内衣品牌D老板,看得出来,格里芬即使是交往了这么多的女朋友,但是她依旧还是,对于征服女性有很高的天赋, 对此也有很多网友感她交往的这些女友,或许是有的人根本就不敢想的事,没想到这些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女人,被她就轻松地追到了手,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